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A跟B滿足這個方向式 那他問A等於多少 我們看這個 這是100 這是10的平方 以10的平方為底的話 這2的話可以拿上去 變倒數變1 2分之1 所以這個東西是等平方格多少 以10為底 那B的2分之1次化 那為什麼呢 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換底 6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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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就變成10的平方 那10的平方 2的話就掉下來 2分之1 2分之1的話可以拿上去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一樣 這個是10的3次化 拿上去的話變成3分之1次化 所以這個是LOG 以10為底 A加B的多少呢 3分之1次化 這些都是以10為底 這些都是以10為底 那時候我就得到什麼呢 我就把它去底 去對數 去對數 就取指數 去對數 那就變成A A等於B的2分之1次化 等於A加B的3分之1次化 等於A加B的3分之1次化 那A等於1的2分之1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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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曉得B等於A平方 所以A三次化 等於A加A平方 那我就可以解放正式 把1過去 加A三次化 減掉A平方 減掉A等於0 那可以因此分解 這是A抽出來 A平方 減A減1 等於0 那A不能等於0 A的話不能等於0 因為你用個0的話 這個不能等於0 事實上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負無窮大 這個不能等於0 所以這個可以減掉 那減掉以後 就變成這個等於0 那A的話就等於多少 代公式 2A分之乎B 加減根號 B比方減3C 1加4 是2分之1 那減的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幀數呢 不能是負的 這個幀數的話 它必須大於0 所以是加根號5 所以答案是2分之1加根號5